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是国际市场的重要三观财经信息了 市场目前都在观望就是盘后公布的苹果财报 另外加上了先锡股涨多压回 昨天的一个美国股息出现 呈现的是开高走低的一个情况 四大株当中呢是只有废败还守住红盘表现的 道琼部分收盘得了42点 收在18000 37点 跌幅0.2%终止了连三红 那么最近涨多的NBI生计指数 昨天出现了重拖拉回有4%以上的一个幅度 所以拖累了NESA指数呢 是震荡收低盘中翻黑 跌了有0.6% 收在5060点 背板指数则在intel 则一根高通的力挺之下 指数呢是连长说红 涨0.3% 收在696点 挑战越线 S&PY指数呢是开高走低 收跌0.4% 收在2108点回测5日线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重要存分股 特别是苹果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财报啊 因为它不但呢影响到了美股能不能是转强 甚至影响到在今天盘面上的苹果供应链 有没有机会反映这样子的一个多方力道 好 苹果盘好公布的财报 因为在中国市场呈现了爆炸性的成长 上一季的iPhone销售有6117万只 比去年同期大增四成之多 这是大大的优于市场预期 营收是580.1亿美元 年增27% 幅度惊人 获利有135.7亿美元 年增更高达33% EPS有2.33美元 所以不管营收还是获利 同步都是有预期的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 iPhone在大中华气区的一个销售 已经首度超过美国了 光是中国市场的总收入 就比过去呢增加了71% 来到168亿美元 也成为苹果财报最亮眼的主要原因 嚮往这一季 社会与Apple Watch上市 加上了iPhone6买气不坠 估计营收会落在460亿到480亿美元 新贵同时宣布要调高股力要11% 并且加码来买库强股 买回到至少有1400亿美元 平衡股价我们也看一下 昨天反映就算相当不错了 涨1.8% 收在132美元 目前盘后持续涨1.2% 所以有望呢 在今晚这个开盘之后 要往分割后的高点133美元的关卡进行挑战 那就要看了苹果准股价先涨 再说能不能让今天相关的苹果供应链 也吃到这样的甜头 另外看到的焦点刻骨是瑞幸他发表了最新报告 看好Tesla的前景 平等维持优于大盘 目标价上海290美元 Tesla收盘是大涨有6% 创下近5个月的新高 另外由于美国司法部不同意 应用材料宣布跟东京威力的合并案破局 应材收盘是重挫8.3%的 创下半年的新低 这个消息就给您做关注 好再看到欧洲股市表现了 为了展现诚意 希腊政府宣布将更换谈判的代表 继续地跟国际债权人 协商债务的问题 利购消息推升了 希腊股市是大涨超过有4%的 也带动欧洲股市全面的收红 德国股市大涨1.9% 收在12,039点 英国股市收高0.4% 收在7,103点 再创下历史新高 法国股市的部分大涨1.3% 收在5,268点 创下的是今年的一个糕点